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结推陈出新 口齿流香的传统月饼最令人念念不忘 这个是传统 是爷爷存下来说我们不想改 日本人自古就有在生活中插花的习惯 将剪下的树枝和花草插入器皿中 展现花草的优美 生命的珍贵 这被称为花道 京都花道闻名于世 当地人喜欢用花来表达对天地人的见解 在京都如果想赏花的话 不一定要去专业的花道方 说不定在你入住的酒店就能够感受到花道之美 因为爱花的京都人在每一间大型酒店里 几乎都会有一间花店 一位花艺师将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 搬到住客的身边 走入酒店大厅淡雅花香扑鼻 繁花灿烂夺目 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 日本全国大多数的樱花还在酝酿待放 这华丽花盆里的枝芽早已一片浪漫 粉色的樱花 淡红的桃花 金灿灿的迎春花 像春的使者带着炸暖还寒的气息 告诉你春天来了 也提醒你 没错 这里就是花道之都 京都 在京都的东极酒店 大大小小的插花出现在不经意的角落 而酒店的美容师就是这位细景当树先生 他每周至少三天要起个大枣 在六点去花市采购 然后每周换一次大的插花 如果住客运气好的话 还能看到他像这样现场插花 这一次他选用了五种不同的花束 西景介绍 这盆插花以竹子作为主干 底部的黄色纹心蓝衬托 再用红色大栗花和紫色胡姬花 打造出高低不同的层次感 这间酒店刚刚翻新营业 所以他以大胆壮色来烘托喜庆的气氛 作为酒店主要的花艺师 他的工作就是丰富酒店内的几十个花盆 让他们以不同姿态 配合不同场景 表现不同季节和主题 出现在客人面前 另外酒店内的婚庆区域 例如教堂 宴会厅 甚至是新娘的更衣间的花衣装饰 也都是西景包办 西景主要的工作空间 就在这间位于酒店底层的花店 花店的面积不大 但是却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为它可以让花艺师工作起来更加方便 也能为酒店提升形象 同时开辟多一些的服务 通常这些置身于酒店的花店 生意不比外面的花店差 西景表示 酒店花艺市场大 相应的竞争也不小 虽然花道审美的主观性很强 但是在这里要以客为主 根据客人的要求来发挥 而入住这里的常客 甚至也会入乡随俗 定一盘花送到房间 让京都花之美随时在眼前绽放 世界上拥有原住民文化的城市不少 但是在这些城市当中 拥有最多原住民图腾文物 能够称得上图腾柱之都的 应该非温哥华莫属了 在这样一座充满浓厚原住民 人文气息的城市里 有一家精品酒店 展示许多原住民的画作 还提供原住民特色美食 在其他地方都是很难尝到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特别呢 让我们一起踏上 探索原住民文化之旅 温哥华这家精品酒店的厨房里 飘来阵阵食物香味 薄饼面包抹上大黄烧烤酱 再加上香嫩的猪肉和几片奶酪 令人垂涎三尺的三明治就做好了 别看只是一个三明治 这可是本店传统的特色主食 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 未必品尝得到 厨师泰瑞莎两年前 推出了这道原住民美食 备受顾客的欢迎 原住民风味的三明治 独特之处在于面包 用面粉 盐 酵母和水 弄好面饼 放在滚烫的油锅里炸一炸 这种油炸面包 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 原住民群体里 是快制人口的食物 泰瑞莎说 她也会在料理里加入别的国家 所使用的香料 以及融合外国饮食文化元素 除了提供原住民美食 入住这家酒店 就仿佛置身在原住民社会 充满浓厚的原住民文化气息 酒店最高三层的18间客房 无论房间内外都呈现一幅幅原住民画作 这个高约12米 象征与环境和谐关系的图腾柱 是艺术家在三年前用黄山树雕刻而成 耗时四个月 这栋大楼除了有酒店客房 还有在温哥华原住民房屋协会 安排下住进来的原住民 包括无家可归的人 从偏远地区来到温哥华 接受医疗的患者 以及原住民艺术家 这家酒店所赚取的盈利 将用来支持温哥华原住民房屋协会的费用 协助温哥华的原住民 寻找负担得起的房屋 谁能想到远道而来的旅客 仅仅是在这里过一晚 也能为当地社会带来正面的力量呢 酒店间付社会企业的责任 提倡着让世界更美好的意识 而许多年轻人的世界观或社会责任感 大多数是从他们毕业后的撞游逐步萌发的 由于撞游通常长达半年一年 所以游客都会选择比较便宜的胶囊旅馆 用有限的钱来探索这个无限世界 每到夏天巴塞罗那的海边总是挤满人群 当中包括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 但是去年入境游客就超过700万人次 好了 出国旅游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宿的烦恼 巴塞罗那拥有大约1000家酒店 提供6万5000个床位 而从去年4月开始 巴塞罗那市中心多了这么一家胶囊酒店 包括床位和早餐 一个晚上的费用不到30新元 这名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说 他已经来这里住过两次 还带过朋友一起来 他说只要拉上帘子 就能保有自己的隐私和空间 这名来自新西兰的学生 准备环游欧洲半年 根据统计 巴塞罗那是最多外国游客留宿的 第四大欧洲城市 酒店的选择自然是不少的 除了廉价的胶囊酒店 口袋有多余闲钱的人 也可以选择这家充满历史感的豪华酒店 这家酒店具有将近100年的历史 曾经招待过不少名人 酒店在2007年曾经关闭两年 进行耗费3000万欧元的大翻修 酒店最具代表的客房 就是这间150平方米的套房 一个晚上要价大约是7800新元 当地旅游局说 廉价航空的崛起改变了旅游的模型 越来越多游客 趁着廉价航空的便利来到巴塞罗那 也为竞争激烈的酒店行业 带来新的刺激 酒店为住客提供了一个休息的驿站 然而对于难民而言 哪里才是安全的栖身之所呢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一起去了解 欧洲难民潮是怎么引发的 欧美中东之间的政治角力 又如何影响难民的命运 稍后一块深入了解 欢迎回来世界一周 欧洲难民危机越演越烈 让本来就已经为经济问题而烦恼的欧洲国家更加的头疼 一批又一批蜂拥而至的难民 要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痛苦艰辛 我们现在一块来了解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统计 今年已经有40多万难民涌入欧洲 是去年的两倍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 眼前面对的是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 这些难民主要来自中东和北非国家 因为战乱和贫困远走他乡 目的地是社会相对稳定和富裕的欧洲国家 比如德国 法国和英国 从东路进入欧洲大陆的 主要是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 根据欧盟边防局的统计数据 今年上半年13万2000多人经过长途跋涉 由这条线路进入欧洲 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北上土耳其 经过保加利亚再向欧洲大陆进发 或者横跨地中海潜入希腊的莱斯伯斯岛 还有科斯岛 之后再从希腊奔向其他欧洲国家 还有一组从中路进入欧洲的难民 他们主要来自厄利特里亚 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 今年上半年9万1000多人 按照这条偷渡路线踏上欧洲大陆 他们先逃难到埃及首都开罗 或者是利比亚北部港口城市 班加西和迪利波里 然后横渡地中海 登陆欧盟成员国马尔他和意大利 虽然意大利和希腊 都是难民最先涌入的欧洲大陆国家 但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经济 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能够接纳的难民有限 所以很多人把目标 瞄准了富裕的德国 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 将德国申请难民庇护的人数最多 超过了20万人 其次是匈牙利和瑞典 叙利亚内战被指示 制造大批难民的根源之一 联合国说 自从2011年3月 叙利亚爆发冲突以来 已经造成400多万人逃离海外 这大约占叙利亚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很多叙利亚难民原本在邻近国家 比如土耳其 约旦避难 但是经过了四年多的党代 他们意识到叙利亚的战火 不会在短期里平息 重返家园的希望落空 眼看着难民营里人满为患 寒冷的冬季马上就要到来 随身携带的积蓄也将要耗尽 他们只好下定决心谋求新的出路 同时土耳其等邻国因为不堪重负 故意打开边境放行 让难民前往欧洲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难民潮 在这几个月里集中爆发 难民离开国土家园 为的是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的美梦都能达成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统计 今年以来至少2700人 在横跨地中海冒险偷渡的过程当中 不幸丧命 鲜红的衣裳 荒凉的沙滩 这张叙利亚小男孩尸体的照片 被媒体称为令全球沉默的照片 只有三岁的小难民艾伦和哥哥父母乘坐同一条船偷渡去希腊 结果小船出海几分钟之后就翻覆 一家人只有父亲活了下来 其他人都淹死了 这悲惨的故事也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 成为欧洲应对难民危机的一个转折点 德国随即临时决定允许滞留在匈牙利的大批难民入境 奥地利也暂时开放边境接受难民 现在只要提到难民这两个字 许多欧洲国家都会眉头紧锁 而德国却是展开双臂欢迎他们 不但提供免费吃住 还发放基本生活费 可以说是做足了好人 赢得了一片国际掌声 高举着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画像 在这些难民眼中 默克尔好比是母亲 一批批叙利亚难民 经过土耳其偷渡到希腊 进入欧洲之后 在一路北上 经过马其顿 塞尔维亚 匈牙利或者奥地利 来到他们梦想的国度德国 因为德国的经济最好 社会稳定 不但比较乐于接纳难民 提供的待遇和保障也都不错 德国预计今年将接收100万难民 有评论指出 大量涌入的难民 将改变德国的人口结构 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 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 可问题是 因为语言和劳动技能等因素 难民中大约只有1% 有可能直接进入就业市场 这就意味着很多人需要长期 依靠德国政府的救助 可能危及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 尽管德国财力雄厚 也对解决难民问题表示有信心 但问题在于避难申请堆积如山 审核人员严重不足 德国各地的难民接待处 已经人满为患 更严峻的挑战还在于 让难民融入德国的社会与文化 如果融合失败 那么今后反移民的抗议游行 将会持续不断 目前涌向欧洲的难民数量 只不过是欧洲人口总数的0.1% 理论上来说 只要各国团结一心 共同面对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问题在于 在欧盟这个大家庭里面 每一个国家都打着自己的算盘 各行其事 汹涌而来的难民潮 另有的国家担忧冲击 劳动力市场 扣置自己国家的社会福利 带来文化冲突和安全隐患 大部分东欧国家 比如波兰 匈牙利 还有捷克 都对接受难民采取消极态度 有媒体分析指出 一直以来 欧盟国家在难民政策上 都缺乏协调 因为总共涉及28个成员国 大家各自都有一套司法制度 虽然欧盟有都柏林协议规定 难民应该向抵达的 第一个国家提出庇护申请 但是因为主要登陆的第一线国家 意大利和希腊都表示 没办法再接纳更多的人 所以难民们不得不继续到 其他国家寻找栖身之所 进而导致了欧盟成员国之间 相互拆台 出现了放过我家 去邻居家的这种做法 有评论认为 一些国家之间可能很快爆发矛盾 恢复边境检查 所谓的深耕区的旅行自由 将受到限制 同时也使欧盟面临分裂的考验 最近欧盟委员会宣布将 强制成员国按配额接收 十多万难民 但问题是 无论欧盟领导人 出台怎样的应对措施 目前的难民危机 一时半可都不会消失 因为难民问题错综复杂 不是靠打击托渡集团 开放边境 或者接收一部分难民 就能完全解决的 还需要深思中东政策 唯有中东和平 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难民数量 究竟是谁制造了 这个大规模的难民危机 不少的舆论都将矛头指向美国 分析认为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打着人道主义旗帜 动用武力推翻中东政权 促使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崛起 导致难民大举前进欧洲 被视为祸首的美国 在难民事件上 一直保持着尖默 饱受国际抨击 在千呼万唤之下 美国总统奥巴马 才松口宣布 在未来的两年 将接收超过十万名难民 一张叙利亚三岁男童 溺壁海边的照片 全球震惊揪心 让原本态度强硬的欧洲国家 放软姿态 在移民政策上急转弯 在难民危机越演越烈之际 大洋彼岸隔岸观火的美国 在舆论压力之下 宣布增加接收难民的数额 然而难民涌入 将对美国经济和社会 带来冲击 许多反对难民的人士说 接收难民像是打开一道大门 迎接恐怖分子 他们担心伊斯兰国武装 混在难民群中进入美国 展开恐怖袭击 事实上接收或拒绝难民 美国政府都处于 挨骂挨打的处境 近来白宫就跳出来说明 美国是难民危机中 最大的捐献国 美国卡托研究院 研究移民政策的专家 埃利克斯 在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认为 美国应该收容更多难民 他建议可通过 美国人民自由捐款 再加上慈善团体款项 应可筹集一笔可观的 安置难民费用 完全不会瓜分 美国人的社会福利 埃利克斯认为 难民可为美国提供 低薪且低技能的劳动力 有助刺激经济 欧洲正面临着二战以来 最严峻的难民危机 而回溯历史 40年前 难民危机也曾在香港上演 1975年 越战结束 越共上台掌权 并且进行迫害清算行动 大约有200万越南人逃离家园 而香港曾经是 越南难民的集中营 在当时的国际公约当中 香港被列为第一收容港 这意味着从越南出逃的难民 必须由第一收容港接收 再经由西方国家审核 符合资格的难民 转到其他国家定居 剩下的则由港府自行遣返 这也是香港历来 最大规模的人道援助 大批难民乘坐的船只 在汪洋大海飘摇中 来到了香港 当时英国政府 为了赢得国际掌声 以人道主义为由 把殖民地的香港 列为第一收容港 从1975年到2000年 这25年来 香港共收容了20万难民 在建楼那里 就是我住的地方了 随同父母在17年前 抵达香港的安妮 住进了人满为患的 船民中心 被限制自由 实物也限量 难民饥寒交迫 多次引发暴动 而随着最后一个传民中心 在2000年关闭后 安妮也离开了中心 然而迎接她的是残酷的现实 安妮在传民中心期间 没有受教育 没有技能 根本找不到工作 最后安妮铤而走险 触犯法律 锒铛入狱 飘泊一乡 历经坎坷的安妮说 她不怪任何人 但人权律师捧击 港府过去将难民小孩 扣押在船民中心的 做法不人道 事实上被强压 接受越南难民的香港 也别无选择 当西方国家 减少收容难民后 留下烂摊子给港府 至今联合国难民署 还拖欠港府 高达近两亿千元的费用 鉴于这些原因 舆论认为 目前面对难民潮的 欧盟和联合国 如何协调难民分配的 数额上是至关重要的 香港处理难民的经验 告诫着 一时的同情 无法解决难民问题 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还得靠欧盟领袖的智慧 以及全球的合作 才能拆出这颗 随时引爆的即时炸弹 欧洲难民潮预计需要 很长的时间来解决 在欧美敞开大门 以及各国富豪捐钱 捐乌收容难民之际 同叙利亚伊拉克 最靠近的波斯湾阿拉伯国家 却冷漠一带 舆论讨伐波斯湾国家 有的是钱 但是对于有着同样 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 邻国难民 却是距影门外 丧失了国际尊严 同样要谈钱 什么行业轻松又赚钱呢 一名韩国少年 只是靠吃东西 就有丰厚的收入 让人羡慕不已 究竟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一些女性对美的追求 不只表现在脸部或服饰上 手指和脚指的护理装饰 也不马虎 美国时尚之都洛杉矶 美甲产业走高档路线 他们用的美甲材料 竟然是昂贵的钻石 在时尚都会洛杉矶 竞争激烈的美甲产业 掀起一股奢华风潮 这家高档美甲店的装潢 以白色为基础 毛绒沙发 配上柔和的灯光 和淡雅的花束 干净简单却又不失华丽 顾客刚缩下不久 工作人员就送上一杯香槟 让顾客宾至如归 然而真正的奢华服务 体现在店内推出的 石克拉钻石配套 这个要价1400新元的配套 提供手脚美甲 脸部护理和按摩 他们声称 利用护理产品中的 钻石粉末 可以让肌肤焕发光亮 减少细纹 补充水分 以及去除角质 接着美甲师 用磁性矿物质磨砂膏 在手背和手臂上按摩后 再用一块磁铁 把细小的颗粒 清理干净 能在众多美甲店脱颖而出 又能在世界十大购物天堂之一的 罗迪欧大道 占有一席之地 这家店深耕的是 顾客的消费心态 除了高档店 在洛杉矶价格介于 35到50新元的美甲服务 近年来也纷纷冒出来 DIY美甲也深受喜欢 走进这个指甲油专柜 产品琳琅满目 五颜六色 尽管选择多 不过顾客无需担心 买错颜色 他们可以先在 这个塑料指甲上试色 目前全美有 57000家美甲沙龙 美甲行业美颜 飞速增长 在2012到2013年间 产值近百亿新元 钱能无限 美甲美容产业不断更新 饮食业也同样是紧追潮流 来个大翻转 一名少年因为没有家人陪伴 吃晚餐 用网络直播的方式 让网友收看自己吃大餐 这个原本单纯是想要排除 单独用餐寂寞的想法 意外吸引了上千人 成为他的粉丝 今年14岁的金城镇 是韩国知名视频直播网站上 最年轻的播客 他从三年前起 就几乎每晚坐在电脑前 为网友直播自己 吃大餐的过程 有时候他会邀请朋友一起吃 或者戴上假发 拜成女人 虽然金城镇 并不是一个优雅的时刻 他会毫不避讳地打嗝 大喊自己要上厕所 但是他的吃饭真人秀 很受欢迎 现在已经有上千名粉丝 金城镇说 他的父母在外地工作 他和祖父母一起生活 而老人们吃晚饭的时间太早 他只好一个人吃饭 或者经常就不吃了 那个时候他很迷恋游戏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视频直播网站 于是在上面直播吃饭的过程 吸引了不少观众 他觉得这种方式既有趣 又可以让他按时吃饭 可谓是两全其美 金城镇使用的网站 在2006年成立 吃饭真人秀 是这个网站5000多个 直播节目当中 最受欢迎 也是挣钱最多的节目 粉丝可以给喜欢的播客 送明星气球 一个气球等于10美分 不过网站会收取 最高40%的佣金 金城镇最有名气的一段直播 为他带来了2400新元的收入 金城镇说 他的吃饭真人秀 主题围绕鸡肉 笔萨饼 汉堡等 因为大多数观众 跟他的年龄相符 另外那些观众特别喜欢看他试吃 在社交网络上有名 或者是新推出的食物 如果他吃的食物 正好是一些观众期盼已久 但没机会尝试的 那段直播也会引起很多关注 金城镇的爱好 得到他母亲的大力支持 不过妈妈很担心网上的恶意评论 像金城镇这样的播客 也会出席这个视频直播网站 所举办的见面活动 让他们有机会 与粉丝进举人接触 这名粉丝就说 他很爱看金城镇的节目 非常有娱乐性 也让他看着看着 感觉很有食欲 这名26岁的播客则说 当他心情好的时候 会吃很多 比如十碗面 二十个汉堡 或者六只鸡 目前这个知名 视频直播网站 大约有三十万名播客 他们至少一个月 会直播一次 其中前五百名 是全职播客 根据统计 年龄在十岁到三十岁之前的 韩国青年和少年 每十个当中 就有四个 每个月至少看过一次 这个网站的直播节目 网站不愿意透露 播客每个月 能赚取多少钱 不过有专家估计 收入最高的播客 一年能够赚取 二十五万美元 看别人吃大餐 当然没有自己大快朵 一般快乐 而到一些国家旅行 游客总会去特别品尝 当地道地的小吃或美食 旅行中少了这样的体验 仿佛就有些不完美了 那我们现在一块到柬埔寨 看一看游客最爱的小吃是什么 漫漫黑夜 万家灯火 汽车川流不息 人们坐在这个位于柬埔寨金边 其中一个最高建筑的空中酒吧 饱览醉人的夜景 这就是金边夜游导览服务的第一站 鸡尾酒过后 这些来自美国俄亥俄大学的师生 要前往下一站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还是第一次出国呢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三轮摩托车队就出来拉活了 一边和当地人聊天 一边拿着相机拍摄 很快就来到了金边最老 也是最大的夜市甘丹市场 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卖昆虫 有蟋蟀 蚂蚁 蜘蛛 蚱蟒 甲虫等等 加上大蒜 辣椒 炒一炒 就是柬埔寨最受欢迎的小吃了 这群游客勇敢地吃了下去 看他们的表情 好像味道还不错 你敢试一试吗 带团的导游是索尼亚 他是夜游导览服务的创办人 不过你可能想不到 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柬埔寨人 而是来这里两年多的澳洲人 对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 无论是天上飞的 水底游的 地上跑的 通通可以沦为盘中餐 负责驾驶摩托车的导游说 柬埔寨人历经多年印度支那战争 饱受饥饿之苦 只要能够饱腹 也顾不上是什么了 不过现在人们还吃这些东西 是因为觉得很好吃 除了昆虫 像是蛇果 菠萝蜜 红毛丹等热带水果 也很新鲜可口 很多学生还是第一次产到 我可以试算一号 我 tried with One 词你试首歌 非常鉴定 Great. 联织地点 索尼亚当初来到柬埔寨 架设网站 原本是要记录 她在柬埔寨的生活 没有料到 却引起澳大利亚 旅游公司的注意 希望她能够帮忙 照顾澳洲的旅客 就这样 索尼亚误打误撞 开创了自己的生意 如今 夜游导览服务 吸引大批 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 其中90%的业务 来自于旅游网站的好评 另外10%的游客 透过口耳相传 慕名而来 有人说真正完美的旅行 是包含着感情充沛的 美食记忆 一块月饼 也藏着满满的童年回忆 因为这份情感 连接着温暖亲情 稍后来看本地一家老店 是如何守望着最后的美食回忆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农历8月15中秋节是华人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 月圆人团圆 一家人聚在一起 汽一壶好茶 品尝月饼 享受天伦之乐 尽管市面上的月饼口味越来越多 然而许多人都钟情于传统月饼 今天呢 我们就要带您到新加坡一间老字号饼店 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制作出 带有浓浓口味的传统广式月饼 中秋节 一个附带着美丽神话和悠久历史记忆的佳节 让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华人 享受到口味不一的中秋美食 月饼 为了应付市场多重口味的需求 商家们也逐渐研发出各式各样的月饼口味 但无论商家变出多少种不同口味的月饼 依然无法掩盖传统月饼的飘香 在新加坡就有一间做传统广式月饼的老字号 大中国 从1938年开始 大中国的月饼多数以传统的棕红色为主 这是经过烘烤后产生的色泽 无添加色素 表面还印有大中国图案 再加上充满古早味的纸质袋子 完美地烘托出传统的意义和风味 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维持或是保持一个传统式的美德 这个是我的祖父开始的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包装味道维持不变 从头到现在我们的包装盒子没有改过 保守固执 我也不懂 所以说 我们觉得没必要 所以说你们需要问 你们是吃盒子或是吃月饼 你们有什么意思吗 我一直来到这里 去买《月饼》 在这一段时间 我选择这种品牌 因为它是原味的 所以这品牌很流行 所以我买这个品牌 我觉得没必要 制作月饼的过程中 制作内馅是第一步 也是最耗时间的步骤 月饼最后的口感如何 就看这一步了 开启大火 倒入洗好的白莲籽 员工们正在制作 白莲蓉月饼的莲蓉馅 步骤繁杂 由于莲籽内的莲籽芯 带有苦涩的味道 因此它们必须把莲籽芯取出 首先它们要让莲籽 在大锅里焖煮直到软为止 然后捞出来 倒入这个特制的机器 这机器会自动 把莲籽与莲籽芯分开来 在倒入莲籽的同时 员工们还要不停地 往机器内倒水 一是为了让整个流动过程 更顺滑 二是为了能够冲开莲籽芯 不过机器并非能够把全部的莲籽 和莲籽芯分开 这时就需要人工来代替 处理好的莲籽会在回锅 焖煮一个小时 要一直煮到烂熟 才能够倒入另外一个机器 把莲籽细细磨成莲蓉 最后就是把佐料倒入莲蓉里 搅拌均匀 晾凉了之后就变成莲蓉了 制作完月饼馅料之后 就可以开始制作饼皮 我们的月饼皮是用糖浆粉和花生油 搅到好像一块面包皮 制作月饼非常花精力 他们在佳节期间会卖出 约上万个月饼 这些卖出的月饼 更是他们一年主要盈利的由来 在非佳节期间 他们也会制作其他的糕点 来维持盈利 之前准备好的馅料和饼皮 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 员工将存放在铁桶里的馅料搬出来 翻倒在桌子上 再用力将馅料弄成泥状 加一些篮子来增加口感 揉成泥状的馅料 加上蛋黄一起放到秤上 由于馅料的不同 秤的重量也不同 比如黑豆沙馅料要160克 而蛋黄白莲蓉只要145克 之后这些秤好的馅料 就会揉搓成球 摆在一边 等着包上饼皮 广式月饼的特点之一 就是皮薄馅多 因此包饼皮时要容易 不要将饼皮弄破 滚一滚包好月饼的馅料 放在月饼模里 再用力地敲打 月饼的形状就出来了 别看这敲敲打打的挺好玩 其实非常的费功夫 如果敲打的力度不够 出来的月饼形状就不够精致 必须得重新再来一次 这位78岁的老师傅在印制月饼模型时就非常顺手 光听那干脆利落的敲打声音就知道师傅的功力在哪里 这可是几十年经验得来的 这位老师傅可是大中国鼎家的第二代继承人 他的父亲在1938年创办了大中国 最近是从中国来到这边南洋 离山远近来跑到新加坡 不懂什么有机会 才准备到现在这样 一直到这边传给下一单 我是在小时候 小学是能记得这个事情 早上帮我父亲 是帮了晚上就去上学 从1989年那时候 才管理这个主业 谭老先生已经经营这家店二十多年了 虽然现在是他的儿子在管理 但他还是会常常到工厂里帮忙 印好的月饼将会放进烘炉里高温烘好 必须一直反复烤到表面变成棕红色为止 我们过农历新年就开始策划中秋 从预购预测和部属 为了确保顾客能够时时刻刻 买到新鲜的月饼 因此做好的月饼 就会马上送到他们的店面 现做现卖 而做好的月饼 可以存放至少一个星期 月饼里添加的糖 就是他们天然的防腐剂 随着中秋节的临近 到店里买月饼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似乎不少都是被这传统的味道 吸引而来的 让人思念的老味道 还有日本知名的酱油 日本岩首县有一家百年酱油工厂 被海啸摧毁毁于一旦 酱油掌门人寻觅多年 终于寻得了秘方 老字号东山再起 这挽救了家族事业 也让当地的居民很是高兴 因为当年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 优雅的白色瓶身 标上了奇迹这两个字 的确这瓶酱油的出现 真的能用奇迹这两个字来形容 若不是奇迹 人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尝到 这个拥有200年历史的酱油 酱油公司的第九代掌门人 河野通阳站在位于东北部的 岩首县沿海城市 陆前高田市 告诉我们这里从前是酱油的工厂 在2011年的地震海啸中毁于一旦 酱油厂200年来的心血 也付诸东流 损失估计超过200万美元 作为酱油厂里的第九代接班人 河野通阳没有想太多 他说当时他只是想着 怎么安顿工厂里的38名员工 起初他请大家当义工 分发食物和衣服给附近灾民 他会照样发薪水 后来当他着手 想要重建酱油厂的时候 有人告诉他在一所大学里 找到了祖传的酱油酵母 原来当初他们家族 将这个秘方放在一个储存罐里 送给大学作为抗癌研究用途 没想到海啸摧毁了研究室 但是这个储存罐 却完整地保存下来 于是河野通阳开始了 重建百年酱油厂的重责大任 酱油的酿制过程 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 在相隔了600多个日子之后 当地人熟悉的酱油味道 又重新回到了餐桌上 这名餐馆业者说 有了这个酱油 他的厨艺又回到了从前的水平 能继续为老顾客服务 如今酱油厂不再只是服务餐馆和百货商店 现在也有家庭用户上门买酱油 河野通阳说 许多客户把自己早前买的酱油寄过来 要他们不要忘了这个百年的味道 令他非常感动 如今酱油厂就和这棵在海啸中屹立不倒的松树一样 已经成了这座城市见证奇迹的象征 传统月饼和祖传酱油都幸运地被保留下来了 但是我们留下的仅仅是一种味道 一个品牌吗 这些经典凝聚的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文化和价值观 是世代流传的 如果这样想 我们或许能更好地明白保护的责任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世界一周 在这儿也提前预祝您中秋节快乐 我是赵贤逸 我们下周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